关键节点,沙利文访华为了啥?中美有可能近期实现元首会晤,拜登甚至有可能在卸任前访华,这是最近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。 就在此时,中国外交部网站8月24日发布中网消息,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,应王毅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于8月27日至29日访华,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。 那么中美元首年底前到底能否实现元首会晤?拜登能否真的访华? 首先,没要认识到,在拜登任期就剩五个月,美国总统大选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,中东伊朗对以色列报复箭在弦上,俄乌冲突乌军打到了俄罗斯本土。 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下,中国外交部突然允许沙利文访华,并且还是三天时间,这绝不是一件小事,因为如果没有重大事项要商量,只是简单的来访做个沟通, 那不可能是三天时间。三天时间的访问说明,双方有非常详细的重大事件要进行商议,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细节,所以才需要三天时间。 那么这件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呢?很显然与媒体上讨论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关。换句话说,由沙利文这次受邀允许访华可以看出,中美元首在年底实现会晤是大概率的事,那么可能就有人问了, 拜登四年任期过了三年半多,最后五个月还有机会访华吗?在我看来拜登在任期结束前访华的概率非常小,原因很简单,在过去中美元首会晤后,拜登并未真的落实其承诺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怎么可能再正式要求拜登访华呢?何况拜登马上就要卸任了,也不可能再连任,这种时候他访华的意义对中国来说几乎是没有的。 所以正常情况下,拜登访华这事就不要想了,中美现在没有这样的互信水平,美国也拿不出真正让中国认可的筹码,足以打动中国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国不可能邀请拜登访华,当然如果拜登真的拿出了足够大的筹码,譬如签订一个什么重要文件,或者代表美国政府的对华承诺,大家也有探讨空间。 但正常情况下,美国现在也不可能在内部达成这样的妥协,都已经是最后几个月任期了,什么重大决策都不会有了,因此拜登访华可能性几乎没有,既然拜登访华不可能,中美元首又要实现会晤,那会在哪里会晤呢? 其实这个答案基本上是呼之欲出的,那就是中美元首最可能在11月下旬的,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G20峰会上实现会晤,沙利文访华还是释放了很强烈的信号的,至少释放了三个重大信号。 第一个信号是拜登政府,希望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里,中国能配合民主党大选,美国最希望的就是中国尽量与美国进行良心互动,不要让民主党在大选中陷入被动。 毕竟中美关系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国关系,中美关系突然出现动荡,对民主党选举非常不利,所以拜登政府希望中国面对美国更稳,对中国来说, 对美关系求稳一直是核心思路,所以对此中国是乐见其成的。 第二个信号是拜登政府希望,中国在拜登任期内不要破局,拜登政府现在最怕什么? 他很害怕中国在一些涉及到美国大国战略的地方,突然采取破局的方式来处置。 譬如美国智库就说了,未来几个月中国将会夺取金门桃,美国智库这种说法非常可笑, 但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试探。 看看中国的反应,正是因为美国害怕中国在美国大选期间破局,让拜登政府陷入被动,才有这样的智库报告。 其实美国多虑了,中国不是冒进主义者,台湾的政策预期是明确的,中国可以反切相长,但暂时不会拿着砍刀砍住派一样处置台海问题。 第三个信号是拜登政府希望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。 对拜登政府来说,现在最怕的就是乌克兰突然溃败,为啥美北约强力支持乌克兰? 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,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党不希望,俄乌在特朗普上任后实现和解。 在这种情况下,乌克兰的军队在库尔斯克停留得越久,特朗普真的当选的情况下也很难破警。 然而如果中国帮了俄罗斯,俄罗斯立刻能把乌克兰打得稀里哗啦,所以美国很担心这一点,求助中国是必然的。 当然中国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明确,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,这一点除非是新冷战那样的重大变量,否则中国不可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。 上述三个重磅信号,就是美国现在的心态,由于实力的下降,它已经对局势失控了,所以它只能求助于中国。 当然中国也会提一系列条件,对中国来说要的就是行稳支援,争取更大的调整空间与时间来做内部的调整,为未来更激烈的全球博弈做准备。 所以可以预期,中美这次互动,还是会对全球未来短期内的和平稳定起到作用的。 至于说效果能多久,要看美国大选时最终获胜,毫无疑问,这次中美的互动, 美国还是想从中国获得更多的,譬如希望中国配合美国做更多互动,尤其是推动经济方面的合作。 譬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国债,支撑美国维持高利率更久一些。 然而美国的这个想法恐怕是多余了,中国不可能在这种问题上再帮美国。 美国这次加息周期,为啥搞这么猛,甚至不惜给自己带来系统性风险。 其根本目的就是收割全世界的韭菜,这当然也包括中国。 美国的意图是通过迅猛加息,来促使全球的资金回流美国,并借机把各国经济打爆。 这其中美国最希望爆炸的经济,就是中国经济。 美国的想法是通过疯狂加息打爆中国的房地产,然后造成中国的经济危机,然后引发大量资本,从中国流入美国。 这样美国经济就彻底得救了。 为啥现在大家都叫许家英罕奸? 就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,是站在美国一边的。 前几年恒大大量分红,然后把钱润到美国去,然后再发行大量美国债。 他们自己在用这些钱,以极高利率购买恒大的企业债。 如此他们就能在美国掏空恒大,把钱用合法的通道,转移到美国去。 这种做法绝对汉奸行为,绝对吃里巴外。 然而让美国没想到的是,中国经济的韧劲太强大了,哪怕有疫情危机,也无法阻挡中国。 这就真的是没招了。 相比中国,反而是美国自己经济压力越来越大,银行差点迎来倒闭潮,美国增长明显遇到了持续压力。 美国国债发行都遇到了巨大困难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在经济上的确是有求于中国的,它想让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。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? 中国再没可能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,不但不会大规模购买,从中长期看一定是不断减持的。 美国想让中国帮这个忙,不可能,做不到。 中美关系虽然现在暂时稳定了下来,但这个稳定是在冰点暂时稳定了下来,绝没有回暖。 这一切的责任都在美国。 美国把中美关系搞这么糟糕,未来必然会被反噬。 到那时有些事情就不可挽回了。